这一回台湾的旅行团是预计要前往这土楼的路程当中发生了翻覆意外 不过呢这旅行社的人就说了 其实去到土楼这段路呢 这翻覆入江还是第一次听到 主要还是因为呢在福建这边雨真的下太大了 从上个月23号开始不断的下霸暴雨 而根据这大陆的气象局他们的雨降统计呢 这漳州甚至还是大陆各大城市降雨量最多的前三名 本来呢这旅行团是要去永丁土楼的 但是因为当地这道路贪荒 所以后来才会改去华安 但是没有想到还是发生意外 根据4月24号大雨哗啦啦下不停 大陆南方近来遭逢暴雨袭击 台湾旅行团出事的漳州市 根据大陆气象局统计 22号累计雨量高居中国各大城市的前三名 失势的九龙江水流湍急看起来现象还生 九龙江北溪先后多次发生超警戒水瑞的洪水 其实发生意外的旅行团原本是要去参观永丁土楼 但因为永丁那贪荒而决定改参观华安土楼 没想到还是难逃一劫 有下雨吗 他说早上有现在没有 他现在要下山了 我说如果有危险下次再去 不要冒险 结果差不多20分出事 外界质疑为何路况不佳 依旧要继续行程 旅行社解释景点变更要取得旅客同意 不能片面决定 因为行程是有安排土楼的方向 可是因为这个方向你去不了 那我想基于旅游的行程规划安排 我们就有提供这样的一个资讯给客人 然后再来跟客人协商 也是要经过客人跟领队的同意 我们才会做这样的调整跟安排 没有下雨时九龙江水风景如画 但土楼群散布在群山之中 从城市出发都得经过一个半小时以上的车程 山区道路遇上天气不稳定的梅雨季或台风季 都会增加旅游风险 记者综合的 我们下期见